幹這個事情啊 直接就簽署了美國整個法案通過 這明明是介入中國的內政 而且違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他無所謂啊 立法院今天開臨時會11天 每個人都知道有一個結果 因為他們要審總預算 可是有個結果 就是賴清德11天以後就要下台 那這個政府 你現在要講什麼 有誰相信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現在刷存在感就表示 一直表示說我蔡英文是中華民國 台灣的老大 他用這六個字來代表他的國家嘛 對不對 他一直在刷這個 川普很會利用人 我們買愛國者飛彈花了1700億 前幾天消息出來 對不對 裡面我們的防空高級班 我們要進去不能進去 那你只賣武器給我們 我們怎麼用我們不應該知道嗎 只要賺你的錢 其實台灣人很容易對川普的瞭解嘛 現在白宮最大的事情是怎麼 馬蒂斯走人 對不對 昨天走人啊 我為什麼走人 因為你川普背棄盟幫 你要撤金嘛 你跟人家打了半天 然後自己跑了 那我們做一個金人 馬蒂斯臭話叫紅果 我們做一個金人怎麼可以背棄盟友呢 這是美國金人的傳統嘛 你看過去黑貓中隊 即使狗虎把他都不理他的時候 美國還是伸出演一所 從香港把他救回去 我們節目講過 張立毅來上過我們節目啊 對不對 因為美國覺得他們是為美國的利益在服務 就是盟友我不能 我不能廁所不管 太難看了 一個金人不應該這樣 可是川普是商人 他不是金人 所以他搞這一套啊 那你蔡英文怎麼會去相信他呢 你應該問他嘛 你一直叫我們買武器 為什麼武器都是你們不要的 而且價格貴好幾倍 因為你根本都在騙人嘛 對不對 你實在太強求了 要蔡英文去問川普 蔡英文敢嗎 蔡英文不僅不敢 他也沒有管道可以問 所以美國日本加台獨就逼使大陸 北京他不得不把時聲表給你攤出來 現在攤牌了 而且我反而覺得川普簽那些東西 其實是給蔡英文給台獨的迷幻藥 那個標準的迷幻藥嘛 而且那個迷幻的作用喔 很對不起 大概只有一個晚上 他明明就醒了 他說不好嘛 而且對台灣沒有實意嘛 台灣的產品還是賣不出去嘛 也不會說你列入這個印太戰略當中 我覺得印太就變成一個印象戰略了 不是真的存在嘛 但是我反而回到國民黨這個地方來 我覺得國民黨我贊成大千的觀點 我想過這個問題 2020年之後 不管誰代表國民黨 只要能夠重返中華民國執政的話 我們就開啟了一個談判的道路 跟中國大陸就開始打開了談判 你可以出發點從兩岸和平協定開始談也可以 或者去開始談一國兩制也可以 但是我要講萬變不離其中 一定要把九二共識捏在手上 當作我們兩岸共同一個基礎 因為九二共識的內涵 是靠這一次的九合一的選舉 因為韓國語的韓流 讓台灣社會充分的知道 然後15個縣市長在未來四年當中 未來兩年當中 他們會大量到中國大陸去 啟動台灣的經濟再生 跟縣市再造 所以用這樣的工作 我就是說我現在是由下而上 來建立九二共識的更豐厚的基礎 然後兩年之後 國民黨重返執政的時候 帶著這15個縣市 整個經濟上的起碑 跟台灣社會的證明 不管你是29歲到30歲 或49歲到50歲 或者全部的六成一的人都支持 然後來證明就是說 我們不要把這個東西 當作一個統戰的技巧 然後開始來進入深水區去談 我就要開始談了 你只要開始談 就可以進階到大天剛剛所講的 各種東西的2.0版 未來歲月不可期 但是台灣不能夠不談 中華民國不能不談 國民黨不能夠不邁開這一步 所以我不知道誰敢勇敢的邁開這一步 誰敢講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一到了 不得不談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很主張說 國民黨要進行一個大辯論 大哉問的原因也在這個地方 把它釐清了 把它弄清楚了 而不再是拘立在 吳敦麗的幕僚思考 朱立倫的幕僚思考 馬前總統的幕僚思考 都不要再拘立在框框架架當中了 放開來 而且我補充一句話 我覺得如果台灣真的有實力有信心 我們幹嘛要怕去談呢 我們既然有實力有信心 我們就好好跟他談一談了 只有害怕的人就是因為自己沒有實力 缺乏信心 才會不但的閃躲 可是有些東西是躲不掉的 避不開的 既然避不開就勇敢的面對 而且談了到底會有不好嗎 不見得 我覺得談了以後是更好的 他又沒有跟你說 談了就要立刻談出來 談了就慢慢談 好好談 仔細談 把各種發言都拿出來談 總比像現在這種不上不下 不前不後 不左不右要好 沒有 大謙啊 他現在並不寄望於台灣當局勢 包含了民進黨跟國民黨 他現在是寄望台灣人民 所以 他已經跳過我們了 他直接面對我們這種台灣人民 但是我覺得我跟你講 我反對習近平有這樣的思維 因為當你跳過國民黨的時候 那你是在期待柯文哲嗎 好 你如果不期待柯文哲 你要直接面對台灣民眾 我跟你講 台灣民眾會用選票告訴這些事情 告訴國民黨 因為你們每次國民黨什麼事都不做 所以我剛剛邏輯是對的啊 國民黨就勇敢地承諾住 2020年我可以開始談 你們應該先符合民意 我就必須表達我的觀點嘛 你們應該先去下鄉 聽聽台灣老百姓 他們都圓兩岸政策的一些看法 因為國民黨很多兩岸政策是閉門招居 所以我從頭到尾 那民進黨是抗中 我們在跟共產黨交流的時候 國務交流的時候 我一直主張說共產黨不要跳過國民黨 不要心中沒有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是維穩兩岸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你們的觀察力不夠 連蔡英文都要拿國旗了 你們都還不曉得 我們當然知道嘛 所以我們今年的韓牛效應的國旗 是比他大太多了 我們每年都拿 我們還國旗為經 我跟你講玉身兇 對啊 不是 我跟你講 當韓國瑜講九二共識的時候 你貴黨的高層 那我不知道是那個誰 你講這句話適不適合 會不會影響你的選票 我們現在不管這些了 我們就事實結果論 當國民黨這九合一 四五個大勝了之後 我才說由下而上 帶領了整個九二共識的基礎 去促進地方縣市的交流 跟大陸交流 那你無力竟可以 可是你的高層呢 你的高層 我跟你講 形勢比人強啦 推破助瀾嘛 我們至少在國民黨黨內 我們中生代 我們發揮我們的力量 我們開始來推動嘛 那總是可以吧 對不對 總是凡是怎麼樣 有一個起點 有一個破口 我們就當作破窗理論人 那第一塊磚頭可不可以 懂了吧 這是為什麼習近平要直接針對 要對台灣人民 我們台灣人民 我們接收到了 然後我們會把訊息 發給政黨 政黨要看我們台灣人民的臉色 習大大對了 應該攀爛覺悟了 所有的政黨 因為中美關係 已經越來越面臨要攤牌的時刻 台灣就趁這個機會 台灣在談的時候 你知道還取得什麼籌碼 你知道嗎 我接著剛剛兩位的說法 台灣如果談的時候 美國都要對我們 都要做正式一點 他要更看重我們一點 這個談 只要你談就會動 動就產生能量 有能量就可以發言 有發言就有地位 就有存在 這些都是連貫而來的 就有籌碼了嘛 對 你就可以談出 你該想要的嘛 不能老是墨守成規 然後沿襲的以往那種思考模式 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是把台灣人民 帶往更頻臨滅亡的時候 我說這次九合一選舉 我剛剛一再強調 就是說國旗的存在 就是表示有中華民國 有中華民國就有九二共識 這中間是可以 有一個等號的 有九二共識以後 兩岸就有和平的這個曙光 就會展現出來 何況對岸也釋出了 那麼大的善意出來 我們談對我們 不會損失什麼的 只會得到更多 為什麼不這樣做 這些搞政治的人 如果還不曉得 從這個時候攀爛醒悟的話 他只會不僅毀了自己 還會毀了台灣人民的 將來一切啊 我建議所有關心 兩岸未來的朋友們 包括這些政黨的領袖 如果這個重視 未來的兩岸的發展的話 我建議不要急著去談 因為就我所知 會談出很多笑話 大家要趕快補課 要先多了解大陸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歹 我在很多場合 聽過很多台灣的這些啊 熱愛台灣的人 對大陸一點都不了解 你這樣一講的話 講幾老實話 得不到對方的尊重 怎麼能夠為台灣 抹取最大的利益 所以要談也是 兩年以後的事情了 所以還來得及 主委 按照主委的時間表演講 還來得及兩年 最快兩年以後的 不要再兩年 兩年啦 兩年啦 公立啦 兩年就這樣 加油 加油 哇 爹